这是一个国家的第一个印象 这可能是最美丽的城市 尝尝 城市不城市 城市啊 这段时间海外社交平台上 外国游客特种兵士打卡中国的视频 拍一个火一个 中国游客凭什么成为顶部 首先得益于过境免签政策 中国72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已适用54个国家 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通过免签路径854.2万人 同比增长190.1%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来中国 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在西方媒体的信息检防里 中国落后贫穷危险 当外国人看到这真实的中国 强烈的反差让China Travel的视频 迎来了颇天的流量 当然令外国人大为震撼的还有壮美的自然风光 可口的特色美食 便捷高效的生活方式 比如刷护照进高铁 无人驾驶的网约车 自动送餐的机器人 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干净整洁的街道 安全安静的夜晚 外国网友也纷纷表达实名羡慕 当下中国正不断优化人员往来便利措施 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来场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